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 湖北省衛健委2月20號公布 湖北省衛健委前一天新增確診病例 只有349例 外界質疑中共當局沒有確實通報病例 武漢一線醫生冒險投信 揭露當局是在政治正確的前提下 為了出院率而撒謊 2月18號 一名武漢醫生匿名在網上發表文章 曝光他在第一線對抗疫情的所見所聞 他說 武漢的新冠肺炎人數 繼續攀升 管控措施越來越嚴格 處於臨床一線的醫護人員 也面臨政治正確高於一切 高於患者的健康 高於大眾利益的困境 這名醫生寫道 為了加快病床周轉 確診的新冠患者住院十幾天 沒有生命危險 達到當局規定的出院標準就要出院 當局的出院標準是症狀好轉 胸部吸涕較前吸收 核酸檢查兩次陰性 一些住院治療的患者前一刻還在吸氧 走路都費勁 下一刻就要出院了 因為達到了出院標準 出院後也沒有社區對接 患者就自行回家隔離 更荒唐的是 當局為了出院率撒謊 有的患者覆查的胸部吸體影像 無明顯改善 但是在出院結論裡 也要寫明顯好轉 而新收的患者 有的僅僅是核酸檢測結果陽性 沒有任何的症狀與體征 比出院患者的病情症狀要輕得多 這名醫生還說 當初為了新冠肺炎患者的利益 犧牲了普通患者的利益 現在為了完成新冠患者去庫存的目標 犧牲在院新冠肺炎患者的健康 他們已經走在運動式的救治之路上 正在向大躍進的方向邁進 中央領導是非常急於想復工 擔心經濟問題 擔心種種種種的 就包括國際關係問題 所以他們就為了達到 就是讓中共上層對他們滿意 所以這個下層的基層人員呢 就開始搞大躍進 就是一切都在政治正確之下來操作 在醫護領域的這種大躍進 根據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通報 新冠肺炎累計治癒出院10337例 確診病例也大幅減少 有網友在看了醫生的文章後評論說 原來治癒者的數字是這樣來的 與此同時 中共的媒體也在宣傳說 未收治的求助信息為零 但外界發現從19號開始 民眾發到肺炎患者求助超話上的 緊急求助床位信息都很快被刪除了 20號 湖北省衛健委公布的數據顯示 19號當天 湖北省新增確診349例 但武漢市新增615例 輿論一片嘩然 位於湖北省內的武漢市 確診病例為何高於整個湖北省 這其中肯定有鬼 就是大幅縮水了吧 儘管湖北通報累計治癒出院人數已經破萬 但結合上述醫生爆料 和武漢各大醫院醫護人員 甚至教授、主任、院長不斷病亡的消息 外界強烈質疑中共公開的數據嚴重造假